原标题 一位将领,除了战国四大名将,历史上还存在山东六国八大名将的说法,过秦论在吴启、孙斌、戴陀、依良、王亮、田济、连坡、赵师之轮至骑兵,此八人因而成为东方六国八名将,其中就照顾的父亲赵师欧,成为和吴启、孙斌等人相提定论的武将。 唐朝建中三年七百八十二年,礼仪是颜真卿向唐德宗建仪,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,并为他们设庙响殿,当中就包括赵马扶军赵师。 那么,问题来了,为什么赵师打赢一场阉语之战就成了名将? 一首先,对于赵师来说,一生的战绩主要就是打赢了针对秦国的阉语之战。 那么,问题来了,对于燕羽之战来说,到底是有什么价值和意义? 醋,使赵师成为战国名将呢? 对此,在笔者看来,原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。 一方面,燕羽之战,是指中南王四十六年,公元前二百六十九年,赵国名将赵师率军于燕羽金山西河顺,击败秦军的一次奔西作战。 在燕羽之战之前,秦国大军几乎是战无不胜,很少在正面战场吃到败仗。 比如,在公元前二百七十三年的华阳之战,白起率军击败了魏国和赵国的联军,导致魏国和赵国都损失惨重。 二至于白起指挥的伊雪之战,燕羽之战等战役,更是让山东六国为之胆寒,乃至出现了秦军不可战胜的错觉。 正是因为此前秦军的接连胜利,才突兴出,赵师的燕羽之战击败秦军的重要意义,也即鼓舞了山东六国和秦军作战的信心,打破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 更为关键的是,公元前二百七十年,秦国公赵包围了赵国的重镇燕,与金山西河顺,赵将赵师率军救赵,出奇迹,终于打赢了一场原本,无法取胜的战争。 也即在燕羽之战前,赵国上下都认为无法救援燕羽,所以赵师的胜利让连坡等名将都感到不可思议。 三另一方面,监羽之战之所以能让赵师一战成名,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于赵国太重要了。 在战国七雄中,赵国的疆域主要包括太原盆地和华北平原,中间横跟着太行山, 从晋阳到邯郸只有两条路都要经过燕羽,及金山西河顺县一带。 由此,对于赵国来说,如果重镇监与金山西河顺被秦国攻占的话,那么赵国的疆域就会被秦军一分为二。 在此基础上,秦军就可以逐步蚕食赵国在山西省一带的疆域了。 尤其是赵国曾经的都城晋阳,金山西省太原市一带,很可能会被秦军攻占,这也是赵国上下都不能接受的后果。 四岁后,所以,赵舍打赢了燕羽之战,保住了重镇燕羽金山西河顺,也就确保了赵国半壁江山的安全,可谓意义十分重大。 根,据战国策、史记等史料的记载,赵舍的燕羽之战中利用有利地势,居高临下,抚击秦军,秦军大败,四散溃逃,燕羽之围随之解除。 此战让强大的秦国损失惨重,直到长城之战前,都不敢和赵国正面交锋。 在燕羽之战后,赵惠文王丰赵舍为马夫君,地位于连坡,印象如平起平坐。 在此基础上,赵舍的儿子赵阔,也因为父亲的成名,才被赵孝成王选中,从而成为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主帅。 换而言之,赵孝成王之所以选择赵阔,或许也和他父亲曾经正面击败秦军存在一定的关系。 文秦怀历史更多内容,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秦怀历史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